原标题 中文字幕志愿者 缴获了一些枪制弹药 8月4日 杨靖宇对第一军军职部队 再通化四岛江地区 伏击伟军少本梁部 打死日本指导观音郡志雄 毕业伤伏伟军50余人 缴获军用物资一批 孙继英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 第135夜 8月下旬 杨靖宇将左紫园领导的 抗日救国联合军 改变魏抗连第十一独立师 9月13日 杨靖宇指挥第一军教导团和第十一独立师 采用化妆袭击战术 攻占了宽殿县大荒沟街 扶日北军30余人 脚枪30余支 9月29日 第一军教导团和第十一独立师 在宽殿县挫草沟射服 击毁提汽车酒量 毕商日军曹酒井燕四郎等四十余人 使敌人大为震惊 孙继英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 第139夜 在此前后 杨靖宇还把抗日军高为多部 于万利部分别改编 为抗连第十三独立师格游基大队 这类接受抗连第一军领导 又保持独立性的抗日武装军达七八百人以上 孙继英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 第139夜 第一军领导的游击战争的迅速发展 使敌人大为恐慌 12月 第一军与十倍淤己的日北军周旋 激战越雨 粉碎了敌人的冬季大讨伐 杨靖宇的名字是敌文之丧胆 杨靖宇1936年6月和11月 抗连第三军改编前后 第三军主力先后分两批到庆城 铁利海伦地区 开辟新的游击区 歼灭了大量的敌人 12月 赵上之指挥第三军西征部队 在海伦兵汤子设服 歼灭日军三百余人 其中包括七名日军指挥官 缴获大批武器弹药 兵炭子战斗 是抗连以少胜多 以热胜强的典型战力之一 刘峰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 第115页 黑龙将人民出版社 1986年8月版 一年3月27日 赵上之指挥员征队 在龙门附近伏击日军汽车 全歼日军讨伐队丁田少佐以下21人 缴获轻机枪一艇 制弹筒一个 步枪20余支 与此同时 留守在松花江两岸的第三军部队不断积敌 从1936年10月到1937年6月 他们作战上百次 毕 伤 伏敌1100余人 缴获了大量的军械弹药 第三军尤其善于联合和改编其他抗日武装 1936年秋冬 他在原有六个师的基础上 通过收编抗日义勇军 山林队等抗日武装 又建立了第七 八 九 实施 使部队扩大到六千余人 从1936年9月至1937年4月 第三军各部驰骋在松花江两岸广大地区 和黑嫩平原的部分地区 纵横数千里 大小百余战 毕伤敌八百余人 伏敌三百多人 攻占城镇二十多座 缴获大量武器弹药 刘峰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 第一百二十五页 抗日联军密营 1936年3月下旬 抗连第四军组建之后 夜骑石头壳子金垮 兼敌六十余人 缴获各种枪械七十余纸 军马百余匹 子弹万余发 东北抗日联军始料 上 第二百九十九页 五月以后 第四军主力部队东征 开辟了宝青 不仅两线新游基区 还将几支抗日山林队收编 为抗连第四军第四师 抗连第五军改编后 留下部分武装在宁安地区坚持抗战 主力向中东路到北转移 开辟新区 1936年 三月到1937年一月 第五军先后取得了宁安三道盒子 沃隆屯 马连河 烟通沟 凋零小盘道 大盘道等战斗的胜利 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 其中 大盘道战斗 歼灭敌军三百余人 始祝雕祥的日伪军 一度不敢出扰 莲花抛的战斗 歼敌伪近五百名 1937年三月 第五军和第三 四 八 九军各一部 联合进攻伊兰县城 共兼日军三百余人 辅委军一个排 缴获大批枪制弹药和军用物资 东北抗日联军始料 上 第三百零八页 抗连第六军组建后 以汤原位基地 开辟了伊兰 华川 附近游击区 广泛出击 打击敌人 1936年12月21日 第六军军长夏云杰 在指挥西北沟战斗中西省 带红兵继任军长 领导第六军继续战斗 1937年5月18日 第六军也袭汤原城 歼灭运委军五百余人 其中击毙日军参事官 营务处巡官和警士多人 救出狱中的抗日群众 缴获了大批枪械弹药和军用物资 杨靖宇与官兵抗连 第七八九十军组建之后 也都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石北满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得到迅速的发展 给日伟军以沉重的打击 1937年1月 第七军与日伟军激战 于饶河县小南河 必敌二百余名 军长陈荣久西省 李学福继任 并率军突出重围 据不完全的统计 从九一八事变至七七抗战爆发 由于东北人民的局部抗战 尤其是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作战 东北日伟军共被消灭十余万人 其中1931年至1933年3.1万人 1933年至1937年7月7.3万人 王明格等著 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略 第146页 北方论从编辑部1980年版 张鲜文等 中国抗日战争史第一卷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6年版 编辑 林小敬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